不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 我们似乎总会感到迷茫 生活的压力 工作的艰辛 抑或是感情上的波折 太多的事情困扰着我们 夜不能寐的时候 不妨来看看 三毛说的这六句话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你能努力绽放成 自己喜欢的模样 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 是难以快乐的 三毛这句话 是写在一封回信上的 写给一个不快乐的女孩 女孩说自己29岁了 未婚是一个小办事员 长相平凡 工作能力有限 没有异性对她感兴趣 内心黯淡 非常非常自卑 她还说 像我这么卑微的人 真不知活着还有什么快乐 可能很多人都会在某一时刻 有这样的想法吧 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处处在意别人的眼光 但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 也在桥上看你啊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风景 你没有倾国倾城的美貌 但你有坦然相待的善良 你没有才华横溢的文采 但你有温文尔雅的举止 没有人是百分之一百完美的 期待别人完美是不公平的 期待自己完美更是 只有学会欣赏自己 才会发现属于自己的美 我见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你发自内心地喜欢自己 别人自然会欣赏你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但当你实实在在去努力的时候 又怎么会因为自己的不足而悲怯呢 就像三毛在信的最后说的 如果我是你 第一步要做的事 是加重对自我的期许与看重 将信中那一串又一串自卑的字句 从生命中一把扫除 再也不轻看自己 不快乐的女孩 请你要行动呀 下次给我写信的时候 署名快乐的女孩 将那个步子删掉了好吗 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 待明白过来时 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 花开看者直虚者 莫待无花空者之 很多人明白这个道理 却很少人能做到 莫言曾经讲过朋友的一段经历 朋友的太太去世了 收拾遗物时看到了一条私质围巾 连标签都没有去掉 因为这条围巾很漂亮很昂贵 太太一直不舍得用 想等到特殊的时刻再用 结果一直到去世都没有戴上 朋友感慨说 再也不要把好东西 留到特别的日子里 你活着的每一天 都是特别的日子 你看多少人就是这样活着活着 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们生活在这车水马龙的城市中 忙碌似乎成了一种标配 忙于学习 忙于工作 忙于应酬 而白颜松在《你幸福了吗》一书中 这样解读忙字 忙就是心和王字的组合 忙着忙着 心就死了 永远都在盯着远处的目标 一辈子都在赶路 一辈子也注意不到沿途的风景 田维在《花田伴母》中说 每一次睡眠都是一次死亡 当我们醒来便是全新的生命 明天就是余生的第一天 趁阳光正好 趁微风不燥 去见想见的人 做想做的事吧 这才是对人生最大的不辜负 知音能有一两个已经很好了 实在是不必太多 朋友之乐 跪在那份踏实的信赖 我们微信上好友越来越多 能聊的却没有几个 我们不停地去扩大交际圈 可是吃饭逛街 还是只有一个人 很多人抱怨 成长带来的就是 朋友越来越少 但交友啊 最重要的不是在数量多少 而是友情质量的高低 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 能有一个不问回报 毫无保留地相信你的人 我想就已经足够了 人生就像一趟列车 我们会在车上遇到很多人 不同的是 有人中途就匆忙下了车 有人却陪你到了终点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 人生得意知己 夫妇何求 很庆幸世界何其之大 能与他相遇 日子何其之短 能与他相受 就像作家廖一梅所说的 每个人都很孤独 在我们的一生中 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 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而如果你恰巧遇到了 这样一个了解的知己 请一定好好珍惜 刻意去找的东西 往往是找不到的 天下万物的来和去 都有他的时间 所有的相遇 其实都是命中注定 佛说 凡事不必强求 缘分不要强留 若有缘 不请自来 若无缘 求也无用 总有些人 我们挽留不下 有些心 争取不到 属于自己的 不用求 不用争 不属于自己的 等也等不到 人活一生 不就是求一个自在 坦然吗 无论是得到 还是失去 都不要拘泥于过去 电影《至我们将逝去的青春》 里面男主说 我的一生 是一栋 只能建造一次的大楼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只有一个 无法重来的人生 无法慷慨 给予不爱的人 生活经不起 那么多委屈求全 和刻意折腾 生活要的 就是舒适和坦然 而不是小心翼翼 每天如履薄冰 与其刻意 讨好不值得的人 不如取悦自己 等整装之后 重新出发 相信你总会找到 属于自己的真情 一个人至少 拥有一个梦想 有一个理由去坚强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 到哪里都是在流浪 经常有人问 女人为什么要坚持 自己的梦想 为什么要活得那么拼 还有人说 别再谈什么梦想了 年纪再大就嫁不出去了 看你工作那么累 还不如赶紧找个 有钱人嫁了 女人只要嫁得好就行 没必要这么拼 这不禁让我想起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里的 一句台词 你要尽全力保护你的梦想 那些嘲笑你梦想的人 他们必定会失败 他们想把你变成 和他们一样的人 我坚信 只要我心中有梦想 我就会与众不同 你也是 所以问题的答案 其实很简单 因为为了梦想而 努力奔跑的过程 才是女性最独立 最自信的时刻 而当自己变得更优秀的时候 才不用依赖别人 一次次在家庭里 选择委屈求全 活得未受未脚 我很喜欢 《沉默的羔羊》里面的 一句歌词 我不是沉默的羔羊 我也有梦想 当明天太阳升起 照在我的脸上 我一样能散发光芒 带着梦想 朝着阳光明亮的地方 肆意向上吧 读书多了 容颜自然改变 许多时候 自己可能以为 看过的书籍 都成了过眼云烟 不负记忆 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 在气质里 在谈吐上 在胸襟的无雅 当然可能陷入在 生活和文字里 还记得诗词大会上的 董卿吗 各种诗词信手拈来 各种典故如数家珍 看着舞台上 它的言行举致 我们才明白 什么叫做 富有诗书 气字化 有人这样形容它 美人当以玉为骨 血为肤 芙蓉为面 杨柳为姿 更重要的是 以诗词为心 而这一颗 玲珑剔透的诗词心 和一身出尘脱俗的气质 都是在日复一日的阅读中 才修炼出来的 诚如杨兰所说 很多人会问 女孩上那么久的学 读那么多的书 最终不还是要回到 一座平凡的城 打一份平凡的功 嫁作人妇 洗衣煮饭 相付教子 何苦折腾 我想我们的坚持是为了 就算最终跌入繁琐 洗金千华 同样的工作 却有不一样的心境 同样的家庭 却有不一样的情调 同样的后代 却有不一样的素养 你看于飞鸿 董卿陈述 即便年过四十 依然优雅从容 因为读书 才是美貌的最佳保鲜计 虽然读书 不会给你带来 直接的财富 但是却可以让你 内心富足 当你爱上读书 你会发现 整个世界都在 偷偷爱着你 因为你会在 书里的世界 遇见最美的自己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远离那些让你拨动情绪的事情 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 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在夜里哭着 哭到头痛直到睡着 没有人认真地理解你啊 觉得是为你奉长作戏 我一直都会记得 句话强大到往不离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